手腕的血管跳動 可以反映心跳次數 血壓 甚至是健康狀態 在經歷一場生死交官的心臟手術之後 這條可以向外界傳達訊息的媒介 卻消失了 是什麼樣的手術需要取血管來救命 手腕上的血管 又能夠發揮什麼樣的關鍵功能 今天節目帶您去探索 搶救生命的紅色通道 全球大臺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崇華 是什麼樣的救命手術 會用到患者自己的血管呢 量不到自己的脈搏 對患者日後的生活又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今天很高興帶大家來一起探索 首先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張燕教授 您好 各位觀眾您好 我是張燕醫師 教授 歡迎您喔 想請教一下喔 就是有關我們這影片中啊 這個患者在接受心臟手術之後啊 手上的手腕的血管不見了 請問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手術啊 冠狀血管阻塞以後需要到外科來幫忙 這是一個蠻複雜的東西 不過可以用簡單的來講 就像是房子舊了 水管不通了 他們就在屋子外面架管子 我們叫做家外管 或者是叫做架民管 從屋頂的水塔 架管路到水管不通的房間裡面去 解決這個問題 基本上我們這個血管繞道術 也就是做這樣子的事情 用這樣子的了解 可能會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醫師就是說 當我們的血管嚴重的阻塞 或不通的時候 我們外科醫師會做所謂的 這種所謂的血管的繞道手術 那想請教一下 這些血管的來源有哪些呢 原則上我們還都是由自己的身體裡面來找 當然在早期有從動物的身上 那也有人工製造的血管 可是這種冠狀血管它的口徑是很細小的 大概都是在0.3公分上下 那這種人造的血管做到這麼小的口徑 大概長期效果都不好 三個月四個月就都堵掉了 那如果是用動物或者是別人捐贈的呢 那這種長期效果也是很糟糕的 反而是自己身體上尋找的這些血管 大概都是用五年十年以上的時間來論的 所以還是自己的血管效果最好 教授在心臟繞道手術方面的經驗是非常的豐富 那什麼是冠狀動脈阻塞呢 那教授就是如何藉由這樣的手術來搶救病患的生命呢 那我們看以下這則BCR 61歲的許一樂是為工作忙碌的菲律賓華僑 常往來各國雖然有三高病史 但都有定期看診吃藥 多年來沒有不舒服的症狀 再一次出國台灣的空檔 朋友介紹他進行全身健康檢查 沒有想到竟然發現 威脅健康的沉默殺手 早已經悄悄跟隨著他 平時不覺得身體有異狀的許一樂 從心臟電腦斷層影像掃描中發現 他三條冠狀動脈中就有兩條出現嚴重阻塞 冠狀動脈是提供心臟血液的唯一來源 當發生阻塞 狹窄時 會造成心臟血流不足 狀況嚴重 還會造成心肌梗塞有致命的危險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頭頭這邊就凹下去了 這個血流到這裡來 這個地方的血不夠 從電腦斷層與心導管檢查結果評估 冠狀動脈阻塞程度超過70% 就會建議儘快接受心臟繞道手術治療 由於許一樂的年齡較輕 為了長遠的考量 因此 張彥醫師將使用全動脈血管 來進行繞道手術 全動脈心臟繞道術 是取患者的內乳動脈與手臂的繞動脈 將兩者相連接後 再串接到冠狀動脈阻塞位置的下端 讓血流順利送達心臟各部位 蛋糕 血糖這些東西給他降到範圍裡面 就沒有問題了 那個血管就可以保養很久 手術過後許一樂的心臟血流順暢 除了定期回診外 也改變過往忙碌的生活作息 遠離心肌梗塞的風險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剛才影片中的許以樂大哥來到現場 大家好 許大哥 歡迎你 想請教一下 當時候聽說你在做這個所謂的心臟繞道手術之前 是完全都沒有症狀的 是的 完全沒有什麼症狀 我是做生意的 經常有應酬 很忙 可是因為我已經61歲了 我知道要保護自己的健康 所以我每個禮拜都有在做運動 一個禮拜最少三次的奶毛球 運動量還算可以 而且我也有按時在吃藥 想不到來到試驗 很奇妙的一次一年做了一個檢查 很奇怪的 才知道自己心臟是有這麼嚴重的問題了 像許大哥這樣子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回憶一下 他當時候他的血管到底是阻塞有多嚴重 因為健檢發現有問題 他們認為這個問題很嚴重 必須要做心導管來釐清 做完心導管以後發現這個情況 如果是用氣球支架來解決的話 他們認為長期效果不佳 所以他們就會診 問問我外科醫生的意見 那我去看的確說這血管讀的蠻多地方 而且距離蠻長的 那當時去問過這個許先生 他也假如他沒有症狀 我們也很好奇 不過在我們臨床上是有遇到這種狀況的 心臟病一發第一次就沒了 他之前沒有什麼症狀 不過這種通常都是比較容易發生在這種 有糖尿病底質的這種病患身上 那許先生是沒有的 那他還說他常常在打這些運動 所以他是沒有這個症狀 也的確是不常見 的確是不常見 像這個片子是當時第一次做完的時候 那個電腦斷層就看到 上面很多這種小小的概化 這個顏色有濃有淡 所以他們專家看了這個是濃淡之間就是有問題 所以像這個右冠狀動脈 這個左冠狀動脈有很多凹凸不平的地方 所以他們認為這個需要做一個心導管來釐清 這麼說來當初許大哥 他這樣子的冠狀動脈這樣阻塞其實還蠻嚴重的 那請問一下當你在做類似這樣的手術的時候 你通常都會選擇變換身上的哪些血管來使用呢 那我們人體上也是有不同的材料 自己的身上有動脈有靜脈 靜脈就是我們手上 自己身上看到那個有顏色 輕輕的這個東西就是靜脈 動脈基本上也是看不到的 但是你磨得到 在手肘上有些地方會跳的 把脈的那種 對 那個會跳的 或者脖子上有些會跳動的 那個叫做動脈 一個會跳 一個不會跳 所以這張是目前大家會選用的血管 是 我們大概這個手上有一個勞動脈 當然這裡也還有一個胃 以前我們也常用的 一個優位大網膜動脈我們也會用 那那個靜脈呢選擇的大部分都選擇腳上 手上的靜脈效果不好 他們都是用腳上的靜脈 那人大概腳上我們至少都可以取到 一百公分 兩隻腳可以取到兩公尺 那你可以做很多裁切 那如果血管幾條有兩三條不通 那腳上的靜脈是很好用的材料 那如果要用動脈就比較棘手 因為人體能夠用的那種動脈 有備份的 你只能取其中的一段 那如果只有那麼一條 拿都不能拿 一拿了你就那個地方就壞掉了 請問一下教授 對於許大哥來講 你為什麼會幫他實行所謂的 全動脈繞到手術呢 因為照你這麼講 動脈其實很難 對 但是靜脈的缺點就是 就像那修水管 你放在屋子外面的那個塑膠管 颱風來了 太陽曬一曬 地震動一動 大概很快沒幾年就脆掉 就碎掉了 你必須要再換 我們人體 你用靜脈 我們這個靜脈它是不會跳動的 它臂很薄 你今天給它換到動脈 它一下子要承受 兩三倍以上的那個壓力 那個靜脈很快就受傷了 所以大部分是六年到十年 用腳上的靜脈 大概就都壞掉了 硬化又重新硬化掉了 你要必須再考慮第二次手術 甚至第三次手術 可是這個動脈呢 它本來跟冠狀動脈就是配合的 就是吻合的 當然手術完你還是要保養 那你保養得宜 十年二十年 比比皆四 所以像許先生他才六十歲 後面如果我們假設他活到八十二十年 那如果是用腳上的血管 哇 如果用靜脈搞不好看第二次 對 後面就要考量到這個問題 我所知道的狀況裡面 動脈是一個最耐久的東西 最耐久的材料 但是你要決定做動脈的話 你就要考慮到這個身上的材料 你取得要花多少的時間 請問一下 所以用動脈的時間大概會多久 用取靜脈的時間大概有多久 大概 靜脈我們一天早上到下午五點半 可以開一個手術台可以開兩台 可以開兩台 動脈的 動脈你怎麼開一台 哇 所以是兩倍的時間 對 兩倍的時間 你要花真的是蠻多的時間 教授 我們這邊還是有做個簡單的整理 就是動脈的一些阻塞率的方面 可不可以再跟我們大家再分享一下 動脈它就是一個 一個光溜的一個管子 它臂比較厚 靜脈呢 這個看不出來 它其實很薄 但是靜脈裡面還有一些瓣膜 那其實我們就知道 這個其實靜脈裡面 它並不是一個平坦的一個環境 當你給它 撞到這個動脈以後 就知道這個靜脈這個瓣膜 它會被強迫貼到壁上 整個靜脈的結構要做一個很 對於高壓之下 它會做一個很大的改變 那動脈它之所以會承受那個藥 我們靜脈一般來說 承受50毫米拱柱 是它的最高的局限 可是動脈在那高血壓 你看你生氣的時候 150毫米拱柱 甚至還高達180 200都可以承受得住 它都可以承受得住了 是 靜脈是不太可能 所以就這樣子的一個了解來說 所以動脈的再狹窄率會比較低 今天你把靜脈轉到高壓的程度了 高壓的場所去了 它就 有一些肉眼看不到的地方 就開始被破壞了 所以它一接上去很快 它就開始受傷了 受傷了 我們人體受傷就是要結巴嘛 在血管上它就是狹窄了 所以它狹窄率再高 6年到10年 10年大概 國際的統計大概就是 有一半的血管已經就不通了 那剩下的一半通的 但是它那個血管已經是受損得很遠 它雖然是通的 但是它血管壁已經結了很多巴了 可是動脈是不一樣的 它本來你給它換了一個環境 它還是動脈 承受一樣的壓力 所以說它不會受傷 所以還是回歸到原來 你怎麼保養的 譬如說你有控制高血壓 你有控制三高 那這個動脈在這種健康的環境 它就可以用的很久 當初許大哥 張彥教授是幫你用全動脈繞到手術 那再請教教授 那既然全動脈那麼好 為什麼現在還是有些手術 他們是用肌脈 或是所謂動肌脈混合的 這樣子的手術方式呢 對 我們牵涉到這個現實的問題 這個手術基本上要耗掉很多的時間 剛開始的時候 你要取血管 要準備心臟這個手術 有些還要架這個體外循環 所以一個醫生 你通常只能做一件事情 這個心臟我們知道是在胸腔 那靜脈是在腳上 所以你可以劃分兩組的人 一組人處理胸腔的心臟 另外一組人在腳上去血管 大家互不干擾 這樣子就變成同一個時間 大家可以做兩件事情 這個效率就會顯現 那如果是說你取胸臂裡面那個就是內乳動脈 我們這邊可以取兩條 那都在胸腔 所以兩組人馬在這個地方會打架 所以只有一組人可以進去做 所以你取血管 胸腔的話 你取血管就不能做心臟 你要動心臟血管就不能取 所以這個效率就變成 你如果真的要在胸腔 內乳動脈要取的話 你的時間勢必就變得要花兩倍的 這個動脈 動脈 動脈通常口徑就是比較小 靜脈你在高壓之下 它會口徑變得比較粗 它都是比較粗大的 所以在實際的操作 演練上面你就會發現 在動脈你沒有辦法像靜脈那樣操作 你如果那樣子操作動脈 通常都給你抗議 它的抗議很簡單 它要嘛就是 我們叫精卵 要嘛就是內層外層那個玻璃 所以取動脈要搶救那個 就是要找那個時間點非常重要 就是那時間真的是要分秒必真 那想請教一下徐大哥 那知道你的著手 然後動脈被取走之後 請問一下你現在 會不會影響到你的日常生活 會不會覺得哪裡不舒服 有個心理的壓力 你好像你會覺得 老子在想 這裡少了一條筋 其實那只是心理 行動上沒有影響 我還可以舉重現在 其實傷口很小耶 很深透過去 還現在還會痛 你壓他還會痛 應該還沒有完全好吧 對啊沒有錯 疤痕活動要兩三年 血管在拿下來轉位的過程當中 這個有一條小神經 它是隨著血管走了 所以在轉位的過程 神經通常也是跟著轉走 那很多人是手術完 他的大拇指跟食指 會有一段短的時間 會麻麻的暮暮的 當時我們也很擔心 你取得這個血管真的沒影響 事後告訴你說真的沒影響 大部分是搬個五六十公斤的 那個都沒有問題 抱那個小孩 也都沒有問題 主要還是心理壓力 好像你會覺得欠 好像不正常的這個手 可是行動上沒有影響 所以是心理的掛礙 所以大概是要趕快放輕鬆 所以教授我知道說 你在這取饶動脈 然後來治療 這所謂的心臟繞刀手術 您已經實行了至少上千例 但是其實知道 這樣的手術其實比較耗時 但是您是還是非常的盡心在這一方面 搶救病患的生命 那請問您是怎麼樣這樣帶學生 會不會學生說 我用取經脈的就好了 比較快 省時 那您是怎麼樣去教導你的學生 走入這方面 我到台中 大概那個時候我就開始用全動脈 因為在台中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的認知是 怎麼樣把我那個醫院的 心臟外科的水準 給他帶起來 那資源是一個考慮的 那當然我們就盡心盡力把 你來一個病人 我們把它處理好 這種東西雖然說你耗很多時間 但是時間久了 你慢慢就可以看出它的好處 那再加上這些年輕 其實會全部科裡面 說那個上千多例 好幾千例 那其實不是我一個人做的 是因為這些有些年輕的醫生 他們會問 他們會問 然後大家都會有力量 就是譬如說每一個禮拜 我們每開個手術 我們都要匯報 那匯報當時我唯一的要求是說 你如果要用靜脈的話 就請你給我一個理由 公開 真的是心心念念的自在 為病人著想提升病人的日後的生活品質 是 這最後會回饋回來 會回饋回來 因為心臟內科他們也很重視這件事情 他們也常常會把這種病人拿回去研究一下 那內科醫生也發現 這個你用動脈的這種病人 對 的確就比較少了 靜脈的話就多了 所以他們慢慢也都被這個信服 被這種數據所說服 他們也認為動脈的效果是比較好的 那我怎麼知道我的動脈狀況好不好 我記得幫我做一些超音波 對 我們有超音波是比較謹慎一點的 通常我們剛開始會做幾個基本的 就像當時壓你兩邊的脈 叫你手握起來打開握起來打開 全動脈繞道手術 主要是取患者饒動脈與內乳動脈進行繞道 術前須先了解饒動脈是否暢通 以及取下血管後 齒動脈是否能夠提供手掌足夠的血液 因此 術前會進行艾倫測試 好 請放開 好 請握起來 齒動脈跟勞動脈 我們都會同時進行測試 用我們醫師的手指 先直接壓迫病人的齒動脈還有勞動脈 然後我們會請病人反覆地握掌 便宜就是握遲到30秒 然後等到我們確定說病人的手掌 已經變得反白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就會放開這個 其中的勞動脈或齒動脈的其中的一條 然後觀察這個手掌的這個 血液回沖的這個速度 在5秒之內就回沖回來的話 我們就會認為說這個 勞動脈或齒動脈 這條測試的血管 應該是健康可以使用的 若艾倫測試出現手掌回血不順暢時 則會進一步以超音波檢查 來確認血管狀況 我們這所謂的全動脈的繞刀手術 有沒有哪些人適合做 或者是有哪些人不適合做呢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假設這個血管都是健康的話 所有的人都應該要做這個手掌 考慮動脈 我要用可以的話 我就請給我用最耐用的東西 最好的東西來解決我的問題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 但是還是要找到 那麼有經驗的厲害的醫師 對 那想請教一下 學大哥你在這邊 有沒有什麼心路歷程 要跟我們大家分享 我是非常感恩張教授 他真的是救了我的命 而且用最好最相近的機器和方法 這個動脈跟靜脈說真的 病人是完全不同 他出為醫生的那個醫德還善心 盡量的替病人用最好的方法來醫治 這真正是功德無良 感恩張醫師 謝謝 真的是非常感恩 今天非常感恩 兩位特別來賓精彩的分享 讓我們知道 冠狀的心臟疾病 是果人十大使因之一 往往來的又急又快 雖然目前國內有很多的醫療方式來治療 但是呢也希望大家能夠多注意自己的健康 在還沒有症狀之前就趕快的去發現 那麼的話我們醫療團隊就可以替病患找到最適合他的治療方式 但是就像我們的許大哥這樣子 在還沒有症狀之前就趕快治療 那麼之後的疏後就能夠恢復的又快又好 今天非常感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